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 听医生说看这个节目 我是主持人 丹英行医师 我们空中的朋友 今天很高兴 要介绍一位 不是像以前 每一次我们都采访医生这边 是一个临床心理师 心理师 黄雨桥 黄心理师你好 陈院长你好 然后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就是你今天来跟我们采访 社会上大部分的人 还不太了解这个心理师 临床心理师 大概都在做什么样的服务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有执照的心理师 大概是分为智商心理师 跟临床心理师 临床心理师通常比较多 是在医院为主 对我们会帮个案做一些测验 包括说自力测验 人格横见 或是一些私自测验之类的 对然后也有一些心理会谈 就有点像我们那个看到电影里 但是不见得会让个案躺着 对然后就是跟他谈一些他的状况 那同时也会带一些社区处域的团体 像是家暴家害人 性侵家害人 酒饮这些的 OK这个就是临床心理师 比较常做的工作 是 大部分现在是精神科的医院里头 一定都会用到临床心理师 一定要的 在这个精神科今晚要治疗病人 就是很讲究团队 除了有精神科医师 有临床心理师 有社工人员 还是服务师 还有职能复健的人 组成一个医疗的团队 来帮助病人各个不同层面也需要 所以你说资商心理师 比如说在张老师 生命线 或者学校有心理卫生中心 或者是说 如果在国外 有的大公司里头 也会有心理师 做员工的辅导 台湾现在也开始 政府有设计多个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 所以这边也会有心理师或者临床心理师 给他提供服务 今天学校也比较重视了就是学生的心理健康方面 所以大概有的学校 规模比较大的也有请心理师 对 那因为临床心理师跟资商 他们的训练不一样的地方是 临床心理师他 你们一定要研究所毕业 资商心理师也要 要吗 要要要 不是大学毕业就可以 现在都要研究所了 所以有提高这个要求了 我们都要研究所毕业之后 然后至少全职实习一年 OK 然后论文写完 我们才有资格考国考 OK 国考好不好考 我自己觉得国考比研究所好考 OK 所以你是高一的心理师毕业的 对 你心理师毕业 然后你毕业就马上又读研究所吗 我是那个 长荣的心理系毕业 长荣心理系 然后我再去考 那个研究所的时候 有考到高一这样 OK 所以是高一的心理研究所 对 长荣大学心理系 对 这样都种 研究所要读几年 我那时候读了四年 我台下四年 研究所又四年 这样也算八年 这样和我们讨一科差不多八久了 你怎么当初会对心理系有兴趣 其实我本来是念五专 然后那时候还是念日文系 是哦 但是那时候是听家 就是家人去算命就说 那你就去念日文系好了 OK 然后其实念了五年之后 我觉得我其实没什么兴趣 然后当时又不想要去念耳机 所以就会 就是我在回想说 我当初为什么想念心理系 好像是当初我觉得说 因为我想要去 我想要成为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人 然后别人有问题的时候 我都可以帮他解决 对 但是我当我就是问 因为就是我有在想说 这几天我有在想说 当时为什么我会这么想 后来我发现说 其实那时候的我是比较 没有自信的 我那时候的我是需要 靠帮助别人 好像来证明说 我自己是有价值的 我自己是存在的 所以那时候才会走上这条路 西方如果有什么东西 日文就出来了 他们这一方面很快 所以后你开始 想说要讨心理系 是觉得说 第一个要寻求对自己的了解 好像要建立自己的信心 然后再说如果能够帮助人家 从帮助人家里头 去找到你的价值 那时候其实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是想要了解自己 跟建立自己的信心 对我觉得那时候 好像都把问题 或者是原因放在外在 还没有想到说 原来我要回来 认识的处理的是我自己 因为心理学 基本上它就是要了解一个人的 比如说认知 或者是他的情感 他的思考 他的人格的特质 这些东西 然后再来看说 如果一个人在他的 刚刚讲的这些方面 出问题的时候 怎么帮助他 这个就是临床的工作 但是一般社会上 有时候都弄不懂说 你们跟精神科医师 有什么差别 好像精神科医师 也跟你们做一些同样的事情 但是也有差异 对不对 大概是怎么样的差别 因为有时候人家会说 你最好去看一个心理医师 因为我是精神科医师 所以我也常常会被人家 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精神科医师 他在精神科 他了解的是比较全面的 每个项目他都要学习到 然后同时他也会去下诊断 或开药这样子 那通常医师 他需要顾的病人 或个案也比较多 所以大部分是看诊 或是说 您要跟他约心理会谈的话 要额外再约时间这样子 这时候我们可以辅助医师的 精神科医师的 包括说是说 我们去帮他做一些心理痕践 或测验 让他知道个案的 目前实际 他功能 情绪 个性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 或是说 我们去跟个案去谈 他的状况 OK 简单说 精神科医师 他就是医师 所以他是读医学院的医科 医学系的 毕业他可以 也是要国考 有资格 然后再去受精神科的专科训练 他因为是医生 所以他当然可以开药 他要做诊断 或者是有什么治疗病人的计划 这当中精神科医师 也会被训练 有时候需要的时候 会做一些心理方面的治疗 但是这个心理师也可以帮忙做 这一部分就有重叠 临床心理师也可以做心理会谈 甚至做心理治疗 像国外也有很多做什么精神分析治疗 所以有的人看电影 你看到医生跟病人谈话 然后可以跟病人收费 心理师也可以做 所以他们外国有很多 他们以为是心理医师 其实就是临床心理学家 或者临床心理师 他们就是在做治疗 这一方面就是心理谈 或者精神分析治疗 心理治疗 都是他们可以做的 不过临床心理师就是没有开药 他们不是医生 所以不处方 所以这个大概是可以区别的地方 你做临床心理师多久了 差不多五六年 五六年 所以算 也不算很资深 但是也算有经验 所以你目前是在哪里服务 你研究所出来 考上临床心理师的license 之后到哪里去服务 我之后先到屏东基督教医院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一个 专门为师子做的一个单位 然后后来就到幼青医院 它是一间屏东内部的 也是在屏东 对 精神专科医院 OK 所以你对师子病人有经验 那时候有一些初步的 那个 那个人很担心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 师子的倾向越来越多 对 我自己都有一点担心 我已经七十几了 我觉得你头脑还很好 我现在当然是还没有失智 如果还失智了 我就不能主持节目 但是有什么预防方法吗 预防方法 我觉得你每天的生活 我就是很好的预防方法 因为你去从事很多 你的兴趣相关的事情 对啊 这都是很多的认知刺激 OK 记得几个月前 您到我们医院去帮我们上课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全场 你是头脑最清楚最好的人 真的吗 那谢谢 OK 所以在评级你做了多久 那时候在评级大概做四个月而已 我就离开了 就是后来有一个私人的精神科医院要请人 所以你就过去了 对 因为那时候评级他不是正职 他是约聘的 OK 那在评级的时候 也有其他临床心理师吗 他们有精神科吗 评级有没有精神科 评级有精神科 但是我那时候我的单位叫做院长式专案小组 所以你们是特别的一个小组 评级的精神科有没有病房 好像只有门诊 对我印象中是没有 没有设病房 所以后来你到这个幼青医院 这个就有病房了吗 有 你们有多少住院的病人 要看有没有满 那我们床是200床 急性50 慢性150 急性病床50床 慢性病床150 这样算是中等规模 精神科的医院如果规模比较大 像凯旋医院 就800床 很大了 你们这个200床也算病人也不少啦 但是也不算特别大 那200床你通常照顾病人 急性的病人多还是慢性的病人多 要看他们的状况 但是急性的相对的会花比较多一点的心力 因为他症状还不稳定 有时候比较需要多一点照顾 慢性的病人可能就会比较多附健 做职能治疗的部分 那急性病人有时候为了诊断 或者是要做很多测验 做很多 你刚刚有提到 其实我们一般人也是常常会用到 智力测验就很多啦 现在一般人也常常会测IQ 入学有没有 学生入学有没有在做IQ 这个智力测验 或者求职 现在一般人求职 有没有要求做智力测验 我这边是没有收到 就是除非他们是想要申请一些 他有一些重大伤病卡 或是需要一些特殊资源的学校的时候 但如果要诊断智能不足一定要啦 诊断失智可能也会用到 还有一些 你们也有一些测验是那种 比如说针对病人的认知 认知功能 认知功能 或者他的妄想 有一种测验 我记得我以前在医院 还蛮有兴趣的那个 那个叫Rosha Rosha Rosha 对不对 就是看很多图片 对 但这个图片没有标准答案的 就是看他看到什么 他就讲什么 对 那从病人的讲法就可以了解 他在想什么这样 对 好 我们来听一个音乐 然后我再继续来宣告 黄心理师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You're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t'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day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f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breath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t'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t'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欢迎各位都回来 听医生说看看 我是丹英兄医师 今天在空中给我们采访的 黄雨桥心理师 他是一个临床心理师 我们的节目还没有采访的心理师 所以他算是第一个 来给我们采访的 他刚才有些个介绍 临床心理师 每个人在做什么工作 他现在在并东的一间 苏人的精神科医院 幼青医院的服务 说有200成的住院病人 我上次有去参观过你们的医院 你们那个医院空地还蛮大的 空间 对 差不多有几家 整家的不小 我觉得 对 其他人来也是说蛮大的 对啊 那个空间蛮大 很舒服啊 看起来很宽敞啊 所以我们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 也很用心啦 他们那边种很多的植物 然后想要营造一些 比较自然的那种环境 就好像那个 有那个 你们有那个什么 温室呢 对 有在种那个有机蔬菜 对我们有种有机蔬菜 然后同时我们也有那个养黑水蒙 黑水蒙 那个是要做什么 它是一种很环保的虫 然后它可以吃所有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 我们医院会收集一些厨 我们的厨余嘛 对 然后把那个 因为我们有训练我们的病人 然后他们会把那个厨余去清洗过 然后处理好以后 然后去 做饲料 给这些虫吃 对 他们会用有那个好的益生菌 去跟那个 那个厨余去发酵 因为厨余它如果没有用好的益生菌 它发酵其实会是腐败的 OK 所以我们就把它弄成好的益生菌 就是我们 副院长会都会说 那个就是像Wakamado这样 好的益生菌 真的 对 你说那个虫叫什么虫 黑水蒙 黑水蒙 对 这个虫是有什么用途 我们让黑水蒙去吃这个好的益生菌Wakamado 然后因为我们医院现在有种五百只鸡 养鸡 对 我们养了五百只鸡 虫是给鸡做鸡的饲料就对了 就是它是吃一个很好 充满益生菌的蛋白质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个鸡的蛋就会变成 你们那个鸡是会生蛋的鸡嘛 对不对 对 就是它生那个蛋 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都吃那个蛋 这个蛋是有机的吗 对它是有机的 因为你那个从吃的饲料都是有机处理过了 对不对 它已经是有益健康的 对啊 这个有认证吗 有 所以你们现在一天大概生产多少鸡蛋 要看天气 有时候好的时候好像听说有四五百颗吧 可是有时候太热的时候鸡好像就比较 产量就会比较低这样子 所以是越热鸡越不生蛋啊 听之前我们的病人是这么说 对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那这个很不错啊 给病人可以做一些这个有意义身心的这种健康的活动 因为他这样劳动其实对他的生病也是有帮助啊 有啊 我觉得他们现在自从跟着我们副院长开始做这些以后 他们每天变得更有活力更开心了 而且因为他们本身其实以前他们长期是处于被照顾者的角色 然后当他们开始去照顾这些鸡以后 他们成为了照顾者的角色 OK 所以他们有成就感 对 非常有成就感 病人觉得自己也有生产力 也可以赚一点钱啊 对不对 对啊 因为鸡蛋可以吗 有一阵子缺鸡蛋 台湾缺鸡蛋的时候 你们那里有人这样生产 那时候我们鸡蛋是很充足的 对啊 哇这个大家也生产要买又有钱的 对啊 对啊 那你们可以把它量做大一点啊 现在养500只 你们的空间再多养500只也没问题我觉得 那个好像有一些他们规模或者是上面的一些要求 对对对 因为那个也要认证啊 对 农业局会来看啊 对好像就是上相就是500只这样子 真的 那每天最少四五百颗鸡蛋 够你们工作人员跟病人用的了 对啊 所以我们副院长他们也开始在教个案 他们比如说做茶叶蛋啊 或做鸡蛋糕啊 然后每天来卖给我们 就是我们买这样子 对 你们可以开一个有机的养生餐厅 对不对 因为你们也有蔬菜嘛 对 然后有鸡蛋嘛 对啊 如果再加上内普那里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客家的这个料理的话 那你们可以开一个餐厅 可能会有很多人有兴趣 对 我觉得其实可以我们自从副院长回来后 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在训练 或者是推进我们这些病人发展一些新的模式 所以他是农业方面比较了解 比较懂这个生物科技 因为你医生菌啊什么这些都是也要培养 对啊 对啊 那这个也算是你们的一个特色 其实精神病人如果从事龙或者原液 对 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复健的方法 因为你要训练病人 比如说做那种工业性的生产的 他可能会品质上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没有瑕疵 因为那个工业的生产 他精确度要很高 动作要很快 你一个输送带过来 那个作业员那个动作都是要很精准 对 病人如果要被要求那么高精确度的工作 他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 也会比较挫折 对 你如果做龙跟大自然相处 对 大自然其实是比较好相处的 对同时我觉得因为不管是 因为像土地啊 它其实是孕育万物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能量 跟生命力的一个物质 然后或者是像植物啊 鸡啊 这些都是非常有生命力 甚至会成长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在他们的生命中带来很多的力量的 你们这个想法很不错 那你们两百个病人现在有住满了吗 差不多都百分之九十几 有时候会住满 所以就是说如果有病人的家属啊 他们如果家里有一个病人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适当的工作 因为现在台湾社会要提供给精神病人一个适当的工作环境或者设施很困难 真的不容易 很困难 所以我们以前常常说我们要鼓励病人回归社会 可是这个社会好像就没有接受他们的地方嘛 所以如果说可以去你们家在那儿做农 因为你们除了病房好像还有一个康复之家嘛 对 那个就可以住嘛对不对 对啊 他白天就可以工作 对 这样他病人训练他的一个生产的工作的能力 也可以有收入 这样对病人跟家属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安排 对而且同时他在这边有人照顾他跟支持他 他们有时候回去会可能一个不小心就忘了吃药 或者是又开始使用酒精之类的 对啊 所以在那里有人照顾会比较放心 我们还有一个个案他就是在养鸡的时候 就是他养到后他自己去跟我们副院长说 我决定了我今天要开始戒酒 我不要再回去喝酒了 真的啊 对到现在应该有一两年了吧 他都还没有回去 还没有回去 对 哇那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啦 对啊 对 因为这个病人的这个回归社会 因为我们前几天我刚去凯旋医院 凯旋医院是高雄最大的一个公立的精神科医院 已经62年了 那那边当然病人也很多 我们有很多以前在那边工作过的比较资深的 做过院长啦副院长啦这些人都回去 也是在讨论这个回归社会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你也不能老是一直盖病房嘛 所以你一定要让病人有回去的可能性嘛 现在他们报告了一个我觉得也蛮有贡献 就是现在有长孝针 对 以前有的病人出院以后他就不肯吃药 对 这样一段时间后症状又发作了 对 病情恶化就会被带回来住院 那现在长孝针就是病人如果不太喜欢吃药的 他打长孝针 我那天才说现在有的一个月打一次 有的两个月打一次 现在最长竟然可以三个月打一次就可以了 可以到三个月了 如果三个月打一次就很轻松了 对啊 三个月打一次一年才打四次针 就可以把症状控制的很好 病情很稳定 所以他们感觉说哇这长孝针好够了 好 让很多病人回去以后 那个不能规则吃药的问题就改善了 所以他可以留在家或者留在社会的时间 就会延长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 但是症状稳定了 接下来就是工作嘛 对 病人不能整天待在家里啊 所以就是要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光是说先从 如果我们从医院端的话 他在我们医院 我们会先训练他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 对对对 作为基础 那如果说他转我们也会分嘛 就是从简单的开始 从病房的 甚至院内的 然后再到农场的 对那如果他们功能再好一点的 他们到康家的话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外面的机构 或者公司会请他们去 机会给他们去试试看 训练他们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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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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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他们需要是从 从那个从小的一步一步去累积 那个成就感跟可能性 如果去ensonлар的时候得到要做去吗 还有衣服啊 我有想到说 病人如果开个咖啡厅也不错呢 有啊有我们 我们医院也有帮他们做一些咖啡厅的事情 训练他们 我以前在凯旋医院 我有一个副院长 他退休了 他就在你们内部种咖啡 然后他是咖啡员 除了内部之外 他也有在那个舞台 就是三地门上去 要去舞台半路上 有一个德文社 那边有很多原住民在种咖啡 他就发现说 其实那个咖啡 听说是日治时代 就已经日本人有在种咖啡 后来原住民当然 他们没有喝咖啡的习惯 所以他们就没有大量的种植 那我现在那个退休的副院长 他就去请那个原住民说 你们种多一点 我来收豆子 我负责 你种多少我都帮你收 收了回去 他就在内部那里烘焙 然后他就可以在网路上就可以卖 我常常喝他的咖啡 因为那个是纯种的台湾咖啡 是真的在台湾自己种出来的 很好喝 有我也有喝过 就是我们要去 之前要去爬山的时候 舞台那边旁边就有一个咖啡厅 对啊 所以我就有在跟那个 我们那个护院长说 那你去幼青带一些病人来训练一下 好啊 来这个 如果学会烘焙了 就自己可以生产了 对不对 对啊 你们那里也有土地也可以种 因为你们的空间还很大 我上次去看我就觉得 这里还可以来开辟一些假日农场 现在很多人喜欢说假日去做做农 劳动一下晒晒太阳 但是他一到五 一到五他在上班 他就没时间去照顾他的农田 我们的病人可以帮他照顾 他六日他自己来弄一弄 一到五我们的病人帮他照顾 帮他撒水 帮他除草 这样也可以给人家认养那个假日农场 我觉得这个很好 你们那里 我看这个人医生就很多人想要去做 因为我们很多医生的朋友都说 退休要来买一台农地 要来那种什么 其实医生你真的叫他整天做农 他不见得做得下去 他只是说假日来劳动 这样猪蜜又有收成他的发育 我们说我一个金生哥的医院 我四甲土地 我开放四十个 一个人来种个一两百瓶就好了吧 一个医生来讲的话 他就可以给人家认养 我一到五我的病人帮你照顾 六日你自己来 有收成你还可以发育 病人也增加他的收入 这个两得其美 对我觉得这很好 真的这很好的想法 对啊 所以就是说 其实这个要帮助精神病人 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发展的一些新的空间 就是可以想象的 你除了在医院照顾病人 你有带一些什么病人团体 或者是说你自己有比较特别兴趣的 哪一个领域吗 我这几年其实对身心灵这方面是非常有兴趣的 真的身心灵 我这个提到灵就更高层次了 这个就跟宗教或者是这个比较哲学的东西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因为其实他如果是在学派的话 比较偏向New Age的部分 那对于宗教的话 其实我们是没有 我们尊重所有 你能活印度 都有 都可以 我们没有限制 瑜伽那一类的想法 或者什么 现在也有什么心灵的什么冥想 还是什么 对我们会做 我们会一直做 对静心这样子 那静坐的目的是去看我们的念头 到底在跑什么 在想什么 大脑里头的活动 对 你的那个思绪 对对对对 心念跑到哪里去了 对因为 去真治它 因为其实我们会做出任何的行为反应 甚至是我们有我们遇到的困扰 或我们纠结的地方 其实都来自念头 当然当然 对 这个很有趣 我等一下再来继续问一下 我们再进一个音乐 来 走在梦中 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 天的温柔 地的温柔 向你抱着我 然后发现你的代变 孤单的倾向 如果 你怎么 温柔 天的风光 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 你的眼中 弹着舍把我从来都不懂 没有关系 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 孤单 让是我的温柔 不知道 不明亮 不想要 为什么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却孤单的黎明 却孤单的黎明 不知道不明亮 不想要 为什么 我的心 那爱情的清理 总是在孤单里 在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不清不远 又当相自口 我没有哭 也没有笑 因为这是梦 没有预兆 没有理由 你真的有说过 如果永久 让你自由 不知道不明亮 不想要 为什么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却孤单的黎明 不知道不明亮 不想要 为什么 我的心 那爱情的清理 总是在孤单里 在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 不知不觉 不清不远 又当相自口 我没有哭 也没有笑 因为这是梦 没有遇到 没有理由 你真的没有说过 如果永久 让你自由 自由 这是我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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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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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 欢迎各位做回 我是丹英行醫수 今天在給我彩 smiled 防雨桥心理师 你自己在精神科医院 在工作的临床心理师 我们刚才有稍微介绍到 他们的工作 还是说他们的帮助 别人做什么事情 他说他对身心灵 特别是灵的部分 那你是参加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去学这个东西吗 我其实主要是到 我主要的老师是赖佩霞老师 那他比较多是在台北这样子 赖佩霞好像很有名 他是音乐方面 唱歌主持演戏各种都有 所以是演艺 对演艺人员 他也研究这个东西 对他大概在三十多年前 跟那个民歌教母陶小青 他们就带着 一开始是先带着他们 然后到加拿大那边的一个海文学院去上课 这样子 然后后来赖佩霞老师 他自己又开始就是去 拜访各国的大师 包括说法国的小丑啊 或者是那个转念的拜伦凯蒂 然后他也去那个 印度的奥修中心学了蛮多年的 奥修这个也是很有名 所以这个主要是在就是探究自己内心的心灵的活动了 你说身心灵嘛 身大概是指生理上放松 或者是集中注意力 你们是透过身体打坐 还是静坐 我们会透过像是打坐我们称为静心 对那同时也会有一些动态静心的 就是会用很大的活动量之后 对因为如果动态静心 其实我有把它带回我们医院的团体 让个案去尝试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之前有些像正念什么的 就会到人家说 你要静静的坐着 你要打坐啊这样子 去看你的头脑或觉察你的身体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的头脑或思绪 或者他们心中 其实是很多很混乱的东西 很乱啊 一个人要静下来也不容易 对非常的困难 你刚坐下来 你开始头脑里头胡思乱想的 就一直跑出来 那你们要训练它 把它慢慢慢慢集中注意力到某一点 因为这个其实学说理论各派很多 但是我的了解都是教你怎么去 集中到一个点 让你的杂念去掉 那就是进入一个空的状态 对不对 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就是其实 这个我们的听众可能也 我也有讲过 因为脑细胞一直在放电啊 对 就是你只要脑细胞有活动 有思考或者接受外来讯息 它都一直在活动嘛 所以它的电波 你如果看那个脑波就知道 说脑细胞的话 Waters 不要念得给他 这些杂念一直没去 那个脑波就会静下来 对 会静下来 对 瑜伽也是这样嘛 他就是练到说 几乎好像要进入冬眠的状态 佛或者是打坐 也是讲这个空嘛 空就是把杂念都去掉 其实就是说脑子 如果能够有一些时间 它是可以静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潜力会跑出来 或者就是说 这个很奇妙 就是说越放空的时候 可能是能量最大的时候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论 不关于用什么方法 有的人就是说 一静坐打坐冥想 但是我刚刚听到你说 有一种是动态的静心 动态就是你给它做运动吗 算是 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 一开始你要叫我静静的坐在那边 这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我们需要把那些繁杂的东西丢出来 那动态静心它其实有非常多种 它会有一些它要求的运动 比如说它有的会重视在呼吸的部分 然后有的会先发泄过 然后甚至是跳舞唱歌发出声音都有 所以它教你一些活动肢体的 或者是包括生理的调节 因为呼吸就是要去调节 它的呼吸的频率 让它规则 让它慢慢慢 我们如果在做动态的话 我会故意让它不规则 而且用吐气 让头脑充满二氧化碳 但是这样它到了一个限度 它就会回来 就会静静了 对它们整个释放过后 它们就会躺在那里跟baby一样 这个我了解 比如说你心跳快 但是快到最后它就要慢下来 因为它没办法一直快 你去跑步 你跑步 你心跳会加快 呼吸会加快 可是你跑步一直跑到最后 你就只好慢下来 你没可能又快起来 所以这就是一种理论 对陈医师真的非常厉害 不是啊 我是精神科 我当然也有涉猎一些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精神科也有那种 比如说自我放松训练 对 就是说失眠的病人 有的不喜欢吃药 或者焦虑紧张的病人 我们也会有一些方法训练 他怎么放松 或者怎么进入一个比较 其实催眠也是这个原理 我也有去学 你有去学催眠是吧 对 所以你这一方面去学多久了 大概这三四年吧 就是跟着佩霞老师 OK 对啊 那你自己觉得 自己有得到很大的帮助吗 有耶 我觉得得到很大的帮助 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会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稳定 也越来越快乐 比较有自信了现在 对 因为我也发现说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是 我啦 不能讲我们 我是不习惯快乐的 真的啊 对 大家 我以为我很快乐 可是很多时候 其实我会抓着一些痛苦 说我要快乐 可是我却不愿意 把这个东西放下 对 所以你现在 慢慢有一些心得了 这个你就也可以去 教别的人 或者在医院里头 同事啦 对 或者病患 如果有的 他们愿意 你也可以开始分享 或者教他们 做一些这种 方面的活动 对 因为我后来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方式 或经验是说 我要交给我的 个案的东西 是我自己做得到的 或已经 我学到 我这么学 或我一直在这么学习 这么做的东西 我才会交给他们 而不是说 好像我讲的很简单 叫你做很容易 这样子 那自己走过的 做过的 我讲出来的话 才会有力量 对了 就是从做中学 对 你这样不简单 你说你临床心理师 才做四五年 那这样 我觉得你的功力 已经快要一甲子的功力了 谢谢 武功高强 谢谢 你们的医院 因为最近 我会去参观 就是你们的医院 说缺精神科医师 对 那就是说 要请我去帮你们 找找看 有没有年轻的精神科医师 要来服务这样 不好找 因为我去问了一些 这个年轻医生 他们都说 就是现在年轻人 都讲究生活品质 他们都不喜欢值班 所以他们就会说 如果他们离开 原来的教学医院 或者公立医院 他们都会跑去自己开业 开一个诊所 或者两三个医生 合开诊所 主要就是说看门诊 门诊看完就没事了 如果到一个医院工作 就是有住院病人 就要值班 晚上有时候病人 需要你帮忙 你也要被叫起来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值班很辛苦 所以年轻人就不太喜欢 到医院工作 所以问来问去 大家如果听到要值班 都打退堂鼓 这个也是一个困境 因为我做精神科医师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精神科医师 那时候还很少 没有到100个 我是第44号 专科医师 那时候台湾不到100个 所以大部分精神科医师 都在医院里头工作 因为医院很多病人 需要被照顾 我们那时候开业的医生 很少 很少 现在精神科竟然说 台湾有2000多个了 这个是快速成长 但是说大部分都在开业 这个社会改变很大 那就是说也是好事 第一个就是 比较多的病人或者家属 已经知道说精神疾病 是可以治疗 比较愿意出来接受治疗 所以需要的服务量就大 第二个是有健保 因为台湾有健保以后 很多精神疾病都得到 健保的给付 所以以前有的家属 他就是医药费的负担 就放弃了治疗病人的机会 现在大概就不需要担心这个事情 不管门诊住院 甚至有的在社区里头的那种处域 也都可以得到健保的给付 这是好事 第三个当然就是 社会比较不排斥看精神科了 以前要看精神科就好像 哇 这很严重的事情 没什么爱 现在就很多人到门诊去看 好像在看家一科那一科 一样觉得很平常 心里也会感冒 对 所以你们也常常去做 跟那个社会大众 或者一些民间的团体 做一些演讲吗 去推广这个心理健康的方面的一些知识 我自己个人的话是有在卫生局当注点的心理师 那同时我比我比较是在军方的 真的 对 像是我是那个空军官校的外聘讲师 所以有时候我演讲或上课 我现在目前比较多是在军方的 真的 对 那你很厉害 就是刚好 刚好有机会 有机会 对 你是哪里的 我是屏东人 你屏东 那你现在在屏东服务很好啊 你家里有人在做医疗方面的相关的工作吗 我第一个 你是第一个 那这个是不错 你业余的兴趣是什么 现在真的我休假的时间 我都在研究神心灵 那偶尔爬山这样子 OK 爬山也是很好的一个运动 所以你现在还常常去台北 参加这个身心灵的这些活动吗 对 我的假几乎都在上课 连平常的晚上很多时候都在上线上课 那你这个是还是很认真在学习啊 OK 因为我觉得说一个心理 我听过一句话我很同意 就是一个心理师 你自己能走到哪里 你才能把你的个案带到哪里 对 好 今天这个采访很特别 因为虽然这个黄小姐 她是一个临床心理师 不是医生 不过她在做的工作 和精神科医医生 有很多地方是同样的 当然她只是不开药而已 但是她可以帮助很多人 这个心灵上的附建 还是说提升生活的品质 追求这个身心灵的满足或者进步 我们谢谢她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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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已经看见像旋约 看它慢慢的远 慢慢却 却成爱情里的不完美 愿在心里变成了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搭乘的半径一起飞 飞光流环日线到另一边 哪里冬天会下雪 你和谁一起过情人间 给你的心又飘灭又甜 一封封铁在我抽屉里面 望着窗外的小学院 人在意伤的你恐怕已忽略 你是否已经看见像旋约 看它慢慢的远 慢慢却 却成爱情里的不完美 愿在心里变成感谢 你是否还会记得像旋约 等它慢慢的却 慢慢远 愿留有情人赴尽深月 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Zither Harp 给你的心又飘灭又甜 给你的心又飘灭又甜 望着窗外的小学院 望着窗外的小学院 人在意伤的你恐怕已忽略 你是否已经看见像旋约 看它慢慢的远 慢慢却 这尘爱情里的不完美 愿在心里变成感谢 你是否还会记得像旋约 等它慢慢的却 慢慢远 愿留有情人赴尽深月